今年在延長賽主場的一個戰績來到了八成喔 小子是不是跟獨不僵局制的啟用不關啊 第三棒的王念豪 今天第二打席有喬竹彎打 現在第五打席 能不能夠送回三連上的再進分呢 相當的關鍵 連續三個變化球 變化球應該還是很多 今天其實 一號兩塊 這個訴求沒有給 沒有給在外角 一號三塊的情況之下 突然有叫你喊暫停 直接要試壞了 我覺得想說不太可能 這時候單純喊暫停啊 這個時候 一出局一三類有跑久 可能 不會換 應該只是來跟獨不僅交代一下 應該只是來跟獨不僅交代一下 對就是故意射外球保重之後 來跟獨不僅說 下一棒裡面 這王勝偉大概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去做 投球上面的處理 是 獨不僅剩下對上王勝偉也僅僅只有 一個打席一個打數 是把王勝偉給K掉 這場比賽真的是高潮點擊喔 前面七局是非常精采的一個投手陣 還是會以曲球為主喔 因為曲球 再見分 再來三壘 哇 投手犯規喔 這邊 投手犯規 因為剛剛有聽到 場邊有人喊 哇 這個再見投手犯規 也太戲劇性了吧 待會來看 就這樣結束了 對 因為剛剛我們有聽到 場邊有人喊 投手犯規 就這樣結束了 那待會來看 就是哪一個裁判喊 投手犯規的喔 就這樣突然之間 呂永珍的投手犯規 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復環這樣 3比2 戲劇性 意外性 措手不及的 結束了這場比賽 哇 富邦的話 就是在突破將軍的時局下 這個時候 魏全是送禮送到新坎莉喔 呂永珍的再見投手犯規 結束了這場比賽 富邦拿下了團隊的二連勝 魏全龍則是吞下了六連敗 而且是以六連敗的一個姿態來結束 上半球季 現在應該現場的全部事宜 還在整理剛剛到底是哪一個 環節出的狀況 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一個 因為他已經看完一壘的跑者之後 他已經準備要做投球的動作了 但是他又回去再看了一隻一壘的跑者 所以等於是動作沒有做 身體的前傾 身體要收球的時候沒有做乾淨 所以在線投手範圍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滿意外的 就這樣結束的比賽 富邦將一分顯身為全龍 究極一下待會兒來看到這場比賽 很好奇到底誰是MVP